不如這樣吧,趁過年買一棵大桃花回家放 逛逛桃花運也好 想得過,這陣子石馬桃花開得燦爛了 拿著時間去看看 很多人第一次認識桃花 可能是在課本裏面的桃花園記 五樓先生筆下的桃花園 甲岸素百寶 中無雜樹,荒草鮮美,樂英繽紛 而在廣州,有一個地方 和桃園明描述的桃花園不相伯仲 這就是石馬桃花公園 走進公園,只見門口的迎賓大紅圖 開得很燦爛 紅一片紫一片 在陽光的朝日下嬌艷動人 空氣裡都夾閘着桃花的清雅香味 再走進一點,田野裡 小景邊上每一處都是絕妙的 拍照打卡點 遊客可以盡情享受到桃花的世界 誰人不愛他 經常聽? 沒見過,第一次見過 在桃花,過年起慶,下一個芝麻起慶 起碼桃花大展紅頭 過來曬太陽,搭春 園區的桃花以大紅圖,雙托,還有桃仔為主 其中大紅圖有淺粉,紫紅,和大紅三種顏色 梅多花都有28個花瓣組成 寓以大展紅圖 住在海珠區的楊阿姨 今天就帶齊長槍短炮來拍花了 我都是凸水多一點 為甚麼? 漂亮 現在又新鮮,剛剛開 顏色又不錯,又有幾種顏色 有些是淺一點,有些是深一點 那邊還有些白色的 這裡不單有得玩 你看到深水了 還可以直接跟花籠交易 把桃花帶回家裡 園區負責人就告訴瓷姑仔 如果不懂得打理的話 未必能熬過初七 想整個新年都好好看看 就必須掌握一定的技巧 切一皮皮 讓它蓄水的面積更加大 花雷所需的燃養水分 去供應它開的吸水是很快的 房內花中的,每天都要去加水 眨眼就快過年了 靚化不等人 拍檔不妨過來石馬 在這裡挑選桃花,逛大運 桃花真的開得很漂亮 粉紅粉紅的 令人少女心得出來 有一種穿越的感覺